從他的例子來說 我們今天從Montreal到多倫多這個路線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衛星的 我通常會開Radar 然後看一下他的雷達上的天氣是怎麼樣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天空之城 上一集結束之後呢 有些人就要問說我們飛行員在飛的時候 旁邊在擁有那台iPad 到底在做些什麼功能 對 就是這台iPad 那我們今天就來分兩個部分講 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來講 飛行計畫的軟體跟天氣的軟體 然後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再來解釋另外一個軟體叫Jefferson 它是一個美國製作航圖的軟體 那我們先來講飛行計畫跟天氣吧 OK 所以我們現在先從 飛行計畫Flyplan開始講 那我們從我們iPad大概在起飛前 一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公司就會把Flyplan推給我們 那今天的就是例子呢 是從魁北克的Montreal到多倫多 那第一個一定是寫你們公司的名字嘛 然後再來就是班機的編號 比如說我們這裡是ADC23 然後從Montreal回多倫多 再來呢 這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飛機的註冊編號 那後面這個數字三個 通常都是三個數字 就是每一家公司對自己的飛機 所個別編號的內定的號碼 那Plan1呢 Plan1就是通常如果是三個小時前 計畫的飛行計畫 那他們就會每次天氣有變化 他們就會推出一個新的Plan2 Plan3這樣子 彼此類推 然後最後這邊會跟你講 大概的客人有多少 然後最下來是我的名字 然後座廠長跟恐怖院的名字 那通常公司會有一個網站 你就可以去找 是這個人到底長什麼樣子 因為你可能沒有跟他飛過 所以就可以找到他的樣子 然後就可以找到他 再來就是千派員的名字 OK 所以你有什麼事 你對這個飛行計畫 你覺得油不夠啊 你就可以打電話給他 說可不可以再多一點油 那這邊有一個remarks 就是會講說每一個機場 可能會有什麼的一個特別的情況 像這邊的例子就會寫說 Montreo很愛我們就是高速的 趕快離開他們的這個空域 接下來這個部分呢 就是在講我需要多少油 所以在這邊的Plan上面 他會寫說到多人多需要2300 2400磅的油 那可是我需要的加的油 是5400磅 當然就是這些都是要把一些 如果出了什麼事情 比如說多人多進來的時候 忽然天氣不好啊 或者是跑道關閉啊 我們就可以回到另外一個 所謂的費用的機場 再來呢我們就要講 接下來就要起飛了 我們就要起飛的一些 數據跟速度 我們要今天的重量不同 所以整個起飛的速度 不爬升的速度都不一樣 那我們就舉例我們今天在 Montreo的24Lav好了 那這邊的MTOL是我們現在 飛機實際的重量 加上油啦 加上飛機讓乘客 加上所有的包包等等之後 我們這邊是寫512 512你後面再加兩個零 就是51200磅 那Mt是maximum temperature 它是你這個計畫最高的 溫度是幾度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是47度 所以如果超過47度 這個速度你就不能再用了 那這邊FL的意思呢是flap 就是你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就是5度 對 然後呢你的V1就是 所有的航名都知道了 前面再加個1就是113 然後VR呢是118 然後V2呢是1211 VFly呢是收回flap 最低的速度是129 然後最後這個是VCline 就是你爬升的速度 大概在140 講完了起飛之後 現在開始爬升開始巡航了 這邊就是我們所有 ATC給你的 每一個VPoint 就是每一個GPS的點 那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我們是從Montreo起飛 然後第一個Point是Bubkey 然後以此類推 那這邊能做什麼用呢 譬如說我們現在正好 飛過Loka這個點 估計過Loka的時候 剩下的油大概有3994磅 就差不多4000磅 所以你在過這個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順便看一下 如果你在過這個點的時候 只有2000磅的油 你就知道 事情不對了 對 所以就要很小心 所以我們今天從電腦上 準備要降落之前 我們就看到 OK 我們現在飛機降落的速度 降落的重量 我們說是5萬磅好了 然後呢 我們今天想用flap 35來降落 那我們的VRAP 就是降落最後的速度是108 那如果V GO 是V GO AROUND 就是重飛的速度 我們大概是104 然後VF 一樣是V FLAT 它是收flap的速度是116 然後最後爬升的速度是139 那這邊的DRIE跟WAND 就是跑道如果是乾的 它停下來的距離會是2339 2400英尺 那如果跑道是濕的話呢 它還是2690 大概是2700英尺 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這個天氣這個APP 那天氣的這個APP 本來我們公司給我們一個叫做WSI的一個軟體 那我們可以從現在看到 以剛剛的例子來說 我們今天從Montreal到多倫多這個路線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衛星的 我通常會開Radar 然後看一下它的雷達上的天氣是怎麼樣 那今天我們飛的這段地方 天氣都是還不錯 就是看不太出來 那我們往下拉到佛羅里達州 這些綠色啦黃色啦閃電啦 都是一些很不好的天氣 好那我們再回到 我們剛剛講的Montreal到多倫多 這段就很OK 但是呢它右下角有一個RPM Turbulence 你就按下去之後 這邊呢可以選高度 你想要看什麼樣高度的亂流 它都可以顯示給你看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從Montreal剛起飛到Barket到Multi 這兩個waypoint 都會很晃動 所以我們就可以跟主演講 我們要小心啊 或者是安全帶要記得帶上這樣子 接下來我就要來討論 Jefferson這個軟體 Jefferson呢 他們是美國一家很老牌 做航空地圖公司 那當然在以前他們都是做紙本的 所以機師都要帶很大本很厚的資料上飛機 但是現在因為有iPad了嘛 所以所有的電子的資料跟電子的地圖都在裡面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Jefferson的這個軟體的功能 像我們從一開始 我們今天就拿Montreal這個機場來距離 那在Montreal的左邊呢 就可以看到它的所謂的taxi的地圖 所以假設我們現在在停機坪1號這邊好了 我們就可以clearance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你要taxi到跑道的路線畫出來 再來呢 它左邊有一個sid set 就是它的起飛程序 那很多機場都有超過1個的起飛程序 可是Montreal就簡單 你只有1個而已 那通常在巡航的時候 我就會用左下角的這個 low-ifr這樣的一個地圖 然後我就可以看到那個 我自己的飛機在哪個地方 它會有一個移動的點點在上面 再來呢就是左邊的start page 就是一個入場的一個程序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每一個入場的程序不同 然後規定的高度也不同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拿一個距離 比如說Hubs這個店 如果你要去24左或24右或28跑道的話 你就在這個店裡不可以超過16000尺 最後呢我們就可以來講 比如說入場的時候它希望我們用iOS24做 那所有的資料都可以在這邊拿到 所以這就是大概Jefferson軟體的使用方法 當然它還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在這邊一個一個講 所以就大概是把所有簡單的功能先講完 所以以上這三個軟體呢 就是我們平常飛行的時候 最常使用的三個工具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喔 下次有好玩的東西再跟大家分享 掰掰 好玩的 好玩